今天我们去从加勒到本土的 对 然后在路边看到了这边很多卖鱼的摊贩 然后海里在拉网马上就要补起来了 我们早饭的时候看到它一直拉了 然后现在没拉好一个多小时了 你不可以再五分钟就到了吧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它今天补到什么货 而且你看这边它等会捞起来就会在这里卖的 因为这边就是摊摊 给大家看一下 转个弯 这一排全都是卖鱼的摊位 然后在海边 那些人还在往上拉 好久 等一下我们去看看它今天拉到了什么 《月子参科院》 绿州 您的松集 您可以门 鱼的鱼 鱼到位了很多 全部拿起来了 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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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起条去喂鱼 喂鸟 你走吧 去喂鸟去啊 我拉在手里啊 嗨 这边还漂亮的 这边的海真美 比加洛市区美多了 那这三层 这个颜色 这有点跟马尔代夫的 很香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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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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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认为 从迦勒到 科伦坡的最大路程里 是我这次整个小环线里面最惊艳的一段呢 尤其是本托塔那一段路边的海水肉眼可见的呢 海滩也非常干净 感觉都不输马尔代夫的有些岛屿了 而且全程将近几十公里延绵不断 随便把车子停在路边去海边走走 玩玩 随手就能拍出绝美的大片 简直不要太赞 这免费的景色真的太香了 太漂亮了这边 太漂亮了 漂亮哦 嗯 下去玩一下 你看他们这个床可以到东面那个楼上 也蛮近的就一百米 好 谢谢 不是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海边很美 旁边还有一个寺庙 这也是个佛教寺庙 但是我发觉他们只要每一个佛教寺里面都会有一个福体树 福体树比我们之前看它小很多 就是把佛体树放在中间然后就围起来的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仪式啊好热喽 不过最让我生气的依然是酒店 我已经吐槽一路了 基本没遇到一个价格与品质匹配的 还老碰到喝了酒的老人家前台 后期我必须出一期专辑来吐槽酒店 以及我遇到的奇葩事 这家又喝酒了 我们现在好多家都喝酒了 老人家 一般喝酒我们基本上就不喜欢做了 然后这边也有地方吃的 还是到外面找一个没喝酒的 给我个名片 给我个名片 给我个名片出来 测喝了一晚上 房间我都不想评价了 因为除了睡觉以外 我宁愿在外面被瘟字咬 我也不爱待在房间里 我只是给他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是我们在本土塔做的 就是50美金左右的一个酒店 网上要66美金 因为我们现场订的会便宜一点 对对 这么脏 这窗帘啊 大家看一下 我没有乱说 这是我找到我们昨天按这个价格 找到比较合适的 差不多五六家 在找这个酒店 找了好几个酒店 在找这个酒店 再看这包姜的柜子 对 就看遥控气球就很多年了 再看这 看见没有 桌子都是包姜了的 先看一下这 看一下厕所 然后再看一下厕所是吧 先看表面好不好 看厕所就知道了 这系列上很早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台面 上面 上面 你看全是水屋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你看那个 你看淋浴给看一下 淋浴的水都白了 全都生锈了这个 生锈了 水痛了都会不至于 你来看一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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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盖水灶 看水灶 嗨 昨天太累了 今天订了一个湖边酒店 酒店不咋的 外面环境还可以 酒店不咋的 没人 嗯 那么本土糖呢 已经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 明天我们将返回哥伦坡 这次的斯林南卡自驾游小兰县就此结束 后期我将给大家整理一期 总的攻略分享给大家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